大家現在要說天皇的第20章 維新制式和維新時節 這樣說 維新時節 它有一個特徵 都是日本的什麼 中下階級武士在結明 這就是明治維新的一個特色 什麼看來的原因呢 因為我們前一段時間有稍微說過 因為日本 它有曾宜大將軍的制度 有曾宜大將軍就在做這個幕府 這個幕府的什麼 幕府的分封主法就是 他的分封一些大名做什麼 做一些藩主 所以這個 定義說這個藩主 這個藩主他要向曾宜大將軍做浩中 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說 他的這個幕府有實施兩的制度 很要緊 餐情交代跟五家主法度 就是一個武士道的一個法律 就是說你有一個很要緊的 說到實在就是說 你這個算是 藩主也對嗎 你要向這個幕府的將軍做浩中 不然你可能有四名飛行 這就是我們你說的這兩個制度 叫做餐情交代跟五家主法度 對 定義說你這些藩主的四名怎麼樣 都叫江戶的幕府將軍替你控制掉 他就一個你知道有很好的方案怎麼樣 都替你控制就對了 所以變成說 他這個藩主怎麼樣 因為四名的關係根本都不可能去 你算是做維新的動作 因為你如果有人頭動作的時候 你馬上會有處戰 但是因為這個日本 它是屬於那個分封制度的 就是你這個雖然將軍有那個管理去 你控制你的領主沒不對 但是你將軍不會用去管上會比較負責的工作 就是中下階級的武士 你這個大將軍你沒辦法管 所以他這個習慣犯 跟中國皇帝的完全的中央集權完全不一樣 就是說 你如果說在中國的法庭制度來說 就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 就是你這裡所有的所在 你全國的老百姓 你都要聽皇帝 皇帝用什麼 管理任何一個階層 擁有生殺大權 皇帝要你什麼人死 那人就要死 那就是中國的皇帝 你包括習近平也一樣 習近平都看得最會的這個 算是老百姓 很多人的生活 這就是真正以前的皇帝制度 這就是什麼 完全的中央集權 還有一個什麼 完全的封建制度 所以 現在中國共產黨的習慣 政權跟中國的皇帝制度差不多 只是他換一個名而已 再來又變一個形 實質上所做的工作也是一樣的 脫離不了中國的習慣 還有什麼 完全的中央集權 還有什麼 還有一個封建制度 你包括共產黨現在用的也是封建制度 你用去看他 雖然說他有憲法 但是他看他所有 作為完全都適合那個什麼 他的憲法應該要有的 就是一個主權進行應該要有的政府的模型 你知道現在實質上中國是怎麼樣 是中央集權 還有封建制度 現在也一樣 雖然共產黨你看也一樣 因為畢竟 中國那個 所在那個地區 實施 算說奉地制度 超過兩千年 你要現在叫他改變 也沒有改變 很難變 所以你說習慣是 你知道 你如果 定型了 你這個國家的制度 你要復元甲轉過來 很困難 你包括現在 中國的人民 他也是要轉型 中國這個政策也是要轉型 很困難 什麼看的原因 中國有三千年 讓你做中央 你知道嗎 中央集權 還有一個封建制度 長期間這樣兩三千年 現在 中國人你知道嗎 不會自由民主啦 不會啦 將來他們都沒有自由民主過 到現在也沒有自由民主過 什麼叫做民主 他們不知道 他們也不會民主 好像 林肯去解放黑人了他 那些黑人很聖氣的 你怎麼跟我解放啦 我解放之後 我的工作要怎麼弄了啦 你知道意思嗎 我沒有人跟我親 我不會做人家 沒有人跟我親 所以那就是 那個意思一樣 不會民主 到底民主是什麼東西 他也不知道 你包括現在 普遍上的中國人 百分之九十幾 他也不知道什麼 叫做自由民主 要自由什麼 啊民主的目的是什麼 他也不知道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沒有教主權精神 他不會基督發貴 他不會受 這個 這個什麼 聖經的教育過 所以他不會自由民主 因為自由民主的一個 很重要的基礎就是 什麼你要貼聖經 不然你不知道什麼叫做自由民主 你要自由民主是什麼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你知道為什麼我們台灣的自由民主要走到要失敗嗎 因為自由民主還有一個基礎就是什麼租款 你所有人民都要知道什麼是租款 什麼是人權的要緊 你才來講自由民主 這樣你才會先說 你一時侯仁甘這些租款的精神也不夠 人權的一些法律你也不交代好 人權的要緊你也不交代好 頭位都不清楚 當時侯仁甘像台灣那幾個選議員都亂了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基本的亂七八糟 現在你看台灣 那什麼叫做自由民主 也亂七八糟的自由民主 原因就在那裡 就是你一開始的基礎打了不好 侯仁甘跳槍 結果你跳槍之後你就不會做了 你就不會做了 所以我們都 地方國人為什麼 都是要超 都是要超捷徑 看說有一個更快的辦法 結果都做到後面 你不要失敗 因為你基礎的工作你不做好 你基礎的工作做不好的時候 你又說 下腳又下去那裡的工作 你基礎打不知 你老子又去那關水盤外 完全就在那裡 為什麼 中國的政治設定後都失敗 因為他們不去教一個 叫做什麼 他們不去購錢 他們不去購什麼 不去購資金 不去購人 所以你如果不去購資金 購人 這個國家的人民習慣的時候 我告訴你 你富仁甘怕自由民主 我都開火 不去購人 現在我們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 資金的問題 跟人權的問題 要下去購用 現在我們的購用 台灣的購用是失敗的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不下去購資金 不下去購人權 照理說要有些 要下去購的人 下去購資金跟人權 你資金 如果資金跟人權的道理 普遍上 老百姓都了解的時候 你去走自由民主的道路 這樣就正確了 這樣人民為什麼 人民就比較不亂 他就知道 他到底有什麼有自由 要自由要做什麼 對不對 什麼叫做民主 對不對 民主的定義到底是什麼 民主不是說用騙的 我騙騙的現在 全部的票都在我的手段 這樣就民主 這樣好像報名有 你沒有看我們現在雖然有選議 還是都撐一些阿斯拉布魯的人出來 都想要什麼 都想要爭權 所以這個民主 台灣的民主失敗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沒有資金 沒有資金 都放在黑白做就對了 這 不叫自由民主 因為自由民主一定要有 背後的定義 我就說 希特勒也是民主的 他也是用選票倒下來 一票一票 希特勒都把它倒出來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 自由民主是很恐怕的 你如果自由民主背後的定義 都定義不清楚 人民從這裡不了解 你看社會就亂 像我們現在 自由民主的才變亂 對啊 整個台灣都要反抗 都要抗什麼 抗主管 抗人 什麼叫做主管 什麼叫做人 什麼叫做主管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 中國的這個 政治上的設計的問題 他們普遍上的就是 他們沒有什麼根本治療 就是治療根本的問題 這就是你知道 中央集權和封建制度的一個問題 我們就在說日本的 政治制度 但是 加在日本一個很好的 他們這個中央的制度 沒有完全中央集權 他只有部分中央集權 就是說 將軍跟領主的關係 他控制會對 村的他控制不對 所以在日本的這個 幕府的大將軍不是擁有全部的權力 不是喔 他是只有擁有部分的權力喔 哪一部分 將軍跟領主的部分是他都控制 村的部份他沒辦法控制 所以 明治維新 為什麼是中下級武士的革命 就是剛好他控制 賣掉那些人 怎麼開來結明 他就是說在這個幕府的制度裡面喔 你這個 藩主喔 你要向中央集權 效忠 但是 中下級的武士不必要 他只要向藩主效忠 這就是日本的習慣法 你這個 將軍不可以影響藩政 人家是那個藩主的事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 這個幕府的大將軍不可以影響藩政 人家藩主要做的工作 那是什麼人家藩主的 主題就對了 就是說你將軍也沒有那個權力去關什麼人家藩主的事 這就是日本一個很好的習慣法 他是什麼 他是全權委託的 對 只要說 天皇把所有的權力都全權委託將軍 啊 將軍把一部分的權力什麼 委託這個領主就對了 他就全部都是委託的制度 全權委託 你現在他都什麼 全權委託 對 就是說 將軍你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天皇你不用去跟他感謝 同的你這個藩主你處理事情的時候 你將軍不用跟他感謝 雖然說是一層 控制一層 沒有不對 但是 但是因為有一個法度就是說 人家你做什麼事情的時候 原則上是全權委託的 你不用去關人全權委託的事情 你有你管的工作 所以 日本人我覺得他的制度比較好 他在管理上就只管理一層而已 你知道嗎 你要對你上一層的效忠 你要管理下一層 這就是日本的什麼 一個 登基幹的什麼 一個 武術的文化 說 雍生 他不會說一個人全部都管 他不會說 像天皇這樣全部都要管 這樣沒有啦 像中國的風土這樣 像習近平現在連管管 跟一個農民要做什麼工作 農習近平去管 那不對啦 一個人 你說你一個人 你是要管 十四億人的工作 你沒辦法管 對啦 你要一層一層這樣下去管 日本的制度就是什麼 一層管一層 就是說天皇關將軍 將軍關藩族 藩族關什麼 關那個中下級武士 這樣而已 所以他們是怎樣 就是要分層管理 日本是分層管理 你什麼改戰要做什麼樣的工作都固定的 你不用什麼 你不用去預約 你不可以預約就對了 你如果說你將軍有將軍的工作 你天皇有天皇的工作 藩族有藩族的工作 你學校一些 中級武士什麼 中級武士的工作 下級武士有下級武士的工作 所以他們 每個階層要做什麼工作都有規定 你不用亂做 你如果說 你如果是天皇你如果要去做 和藩族的工作 不好意思他買什麼 因為日本什麼 他整個都分層管理 日本天皇只要 他主要對替 他主要對替 他每年都要祭祀 所以 日本天皇直接對替 他管理什麼 他只管理一下 他只管將軍而已 因為 因為 這個爭議大將軍什麼人駛的 天皇駛 所以天皇駛的 天皇都把他扳掉 所以天皇最大的管理 他都把將軍扳掉 這是他的管理 所以 為什麼後來 幕府是大政奉還 把他管理高等於天皇 因為以前幕府管理的管理是什麼 是天皇他的 所以他現在要向人 你知道的意思嗎 這就是日本的什麼 層層管理 分層管理 他是一層效忠一層 就是說在上 會腳那個 武術 他要效忠 他的什麼 他的番主 番主要效忠將軍 將軍要效忠天皇 他只 上位一層效忠而已 你這個下級的武士 不必要效忠將軍 你不用 你不用向他好中 你只向你的番主好中就好了 你 番主你向什麼人好中 你向將軍好中就好了 將軍向什麼人好中 向天皇好中 天皇向什麼人好中 向天好中 他只要做事情 對天地的話就好了 這就是天皇 所以你看看 日本的效忠 秩序是一層一層 對 這樣就定義說 天皇下一個命令 說真的我們日本 真的有一個事情 天皇就下命令 將軍 將軍下命令 番主 番主下命令 什麼 這個下面的武士 這樣整個日本都黏起來 對 上面一個命令 整個都關掉 這就是 日本的什麼 他的什麼 分層管理 你每一個階層要做什麼工作 都有招 你不用亂做 你有那個改善的人 你要去做的工作 你如果今天 向皇將軍麻煩你去做 中軍的態度 你不能去做武士的工作 那不是你的工作 你不用去預計 去關人 自己無關的 那是最方便 像說你如果是 現在 總統來講 你現在你就不用去關什麼 你就不用說這個 下面的這個 幕僚要用什麼人 那沒有你的工作 你跟他關幕僚就好了 你不用每個人都關 你知道意思嗎 那你無材料關的 你也不知道 想握到手底 你做什麼 你要分層管理 一層管一層 你如果說你握到手 手底那些人不好 你就換 握到手底的人就好了 你不用連握到手底 還有握到手底的人 你也要管理 你手也要存起來 這樣會變成我告訴你 你無材料管理 變成那整個 整個秩序會亂掉 什麼人要聽什麼人 全都亂掉 所以為什麼 中國的政治制度 還要不然都會開火 因為 風地怎麼亂不亂 還是風地都亂不亂 這都很害的 風地亂不亂關 還是說風地都亂不亂 我整個國家都停擺 這非常危險 所以 我跟你講 日本這個制度 設計才對 因為這個什麼 符合我們人類的 什麼 這個 比較符合 比較符合什麼 比較符合在台灣 日本這個政治 設計是對的 你如果說 真正說 天皇 真的停擺 對不對 全部他 下方的 將軍 跟 番組 還有這個 下面的 武士 還在做他的工作 你知道嗎 還在執行他的職責 你知道意思嗎 正說 天皇有問題 出那個人 下方 手臂也 還在運作 還是說 現在 只有將軍有問題 但是 下面的 什麼 番組 跟 這個 這個 什麼 跟他的武士 也是一樣 在做他的工作 他不會說 停擺 他也 算有他的規矩 他都照 什麼 照相關的法律 怎麼做 做事 所以我說 日本不會因為一個人 你不做事 日本都停擺 但是 中國 很害怕的就是 可能 皇帝 不做事 之後 整個政府停擺 連下面 老百姓 要發生一些事情 要怎麼處理 不再處理 這就是他們 中國 中央集權的 產生一個 很大的問題 你會變 後面的社會 都起亂了 你後面 還會產生革命 你什麼 看 中央的 領導 階層沒有你做事 還是 黑白鸞做事 都會影響到整個 算是中國的 這個政治 這就是 中央集權一個 後面為什麼 會瓦解的地方 我們也要說 日本為什麼不會瓦解 為什麼因為 是我們 議程管理議程 你 既然天皇出事 你這個天皇也沒關係 也是繼續在運作 他不會改變 他也是有什麼 平衡時 他的法律 他繼續 繼續在運作 或是說你將軍現在出問題 現在將軍沒有在運作 但是你的中下階層也還在運作 或是說你只有藩族出問題 只有一個地方的藩族出問題 也沒關係 什麼看的原因 因為 最下面的 這個 武士階層也還在運作 所以 日本不會說 因為一個人出問題 然後他整個都不運作 不會 他會繼續運作 這就是日本一個分層管理 一個很好的制度 就是萬人 如果一個人出事 這個國家 不會馬上出問題 整個房子 像中國這樣開 都很多開 開去 不會 日本他們都有相關分層管理 你不會因為一個人倒掉後 你那個 全部都倒下去 不會 因為分層管理 對 你吼 從說 我們說的 日本 你算在那一間公司裡面住 你從說你公司的 總裁倒下去 你日本這間公司也要怎麼繼續運作 這就是日本的文化 他們沒有差 因為你們平常是要做什麼工作 早上都給你規定好了 你會分層管理 你繼續這樣做 只要 日常跟你設定好的訓練 繼續來做就好了 所以你第一期間 不會說因為一個人 怎麼發生什麼問題 但是在中國可能不一樣 如果中國文化可能 他家族的總裁倒下去的時候 哇 裡面就打起來了 什麼樣的原因 要爭權奪利 因為要整個最關的位 平常是就沒有秩序了 你知道嗎 因為中國文化的總裁都要黑皮管 最頭上的要管到最下的 最基本的工程都要管 他 所以說他都要管的時候 他變成他的環節很大 你知道嗎 大家都要做那個位 都要做最關的位 就會變成什麼你知道嗎 來到 來到之後 通常那個家族 那個企業就分裂了 或是說他家族的一倍能力更好的人 他就跟人家搶走 他就說我們這間公司我們賣了 我們要你知道嗎 令模高雄 我們自己一倍人搶了之後 他自己又開一間新的公司 這就是我們台灣的中國文化 你會看很多 後來會把手提行就怎麼樣 因為公司的老闆 出問題之後 他自己處理 又開一間公司給他拚 所以他們中國的文化變得很壞 變得都一直在做 叛軍的工作 時間搞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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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來到就拚了拚了拚了 這就是中國文化 他什麼樣的管理沒有分層管理 你如果分層管理的時候 大家比較有一個 制度的時候比較會 團結起來 因為變成什麼 變成一個 厲害 這個有一個 什麼利益共同體 大家都希望說 維持這個制度 因為這個制度很好的 都有人幫我們保護 因為他是一層管一層 他上對下就是要保護 就是 天皇 我們這個上 只要將軍沒出事 天皇保護將軍 將軍保護繁竹 繁竹保護什麼 下面的中下節 五四 嘿 你知道意思嗎 就是說 他為什麼你知道嗎 他這個上對下 他這個制度主要的目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你要照顧你下腳手底 你下腳手底的人 才會向你效忠嘛 你要保護他啊 你保護他的時候 你下面那個就會向你效忠嘛 對啊 因為你本來就對他好啊 你對他好你都你給他保護的時候 他的大家都說這是厲害共同體 利益共同體 我們的四名是黏祖會 因為我們有共同的厲害關係 因為你平衡時就要把他照顧保護 對不對 啊 我們這上的大家才會好 你如果說民同時都要把他保護 你如果說什麼 如果我們這上的運動會是不是 所以 上對下是一個保護 不是一個掠奪 你如果看到一個 頂尾的都你自己掠奪 你自己唱 我還要說 那就是我還要說 這就是中國文化的影響 所以中國文化是很獨特的 我以前在中國民國做兵的時候 我覺得裡面一個很不好的文化 頭頂的都要保護下腳的 他不是在保護下腳的喔 你知道嗎 他是在保護下腳的喔 我剛才有很多人 我相信你如果做會兵 你都知道 為什麼 他什麼中國的軍隊包括他的 組織都離心離得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頭頂的都在保護下腳的 啊 下腳的人都過得很痛苦的 都叫他保護 有沒有你來做日兵的時候 你都叫他保護得最累的 尤其是在菜椒 他那種的 你做那個什麼 做三個月一百天 你要破壞 你才開始變做你知道嗎 比較不會保護 什麼樣的原因 那就是中國文化的制度 要跟你保護啦 他不是在保護啦 所以我告訴你 他如果正常在戰爭 中國人打的時候 那個部隊都打開 你平常是沒有在對我來 你命就叫我去死 對不對 我打他打他 所以大家戰爭就打開 所以 中國人的部隊 絕對不會很賤 國高好的武器高 他也沒好 也是打開 什麼樣的 你們那個文化上的問題 頭頂的都要後腳的啦 都要做風土啦 對啦 都要跟領地啦 所以後來 沒有跟中國人所做的 人道名都在棄亂 那是中國文化 實在有夠賣的地方 所以如果 中國人你帶的一個 團隊一定生成這樣 都在內地 都在內地 如果老白死以後 哇 那個整個都亂起來 那就是什麼 那就是中國人 你真的看他的文化都這樣 那什麼樣的原因 平常是他的管理的問題 他的政治 在設計時他本來就有問題 所以 變成說什麼 他後來 如果真的出問題 某一個階段出問題 他就整個都亂 尤其什麼 領導者事業時出問題 他整個社會就開了 就開始來到 所以你要知道中國文化 他沒有好的所在在那裡 他後來開了 但是 日本不會 日本是分層管理的 一層管一層 所以 不會因為你某一層出問題 然後 整個日本都停擺不會 你根本是 影響一層兩層這樣而已 所以這樣就是說 日本有什麼名字 維新的成功 一個很好的制度 說他什麼 他是分層管理的 有一個什麼 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都會分層 就是天皇有天皇的工作 中國有中國的工作 藩主有藩主的工作 中下級 武士 中下級 武士的工作 人民有人民的工作 你都不可以預計 你要好好的在你的 頭上好好的打拼 就是日本一個 就有什麼分層管理 就是 日本有這個 分層管理的 這個什麼 這個制度 所以 他做名字 維新的時 就會相信 什麼樣的原因就是 他現在 將軍這個國家 你知道嗎 看不好嗎 有問題了 我們現在平常說 幕府 將 這個江戶幕府的 將軍 他沒有做得不好 只是說因為 時代 這個 日本 為什麼需要 辯解 所以 這個幕府用的制度 怎麼樣 不合時宜 現在要換 幕府 不可能自己 自殺 因為他的 利益團體 最大 一大片 都要靠幕府 錢 幾十百萬人都要靠幕府 你 胡言跟幕府的制度 怎麼可能要這樣 瓦解 不可能 因為 兩三百年的名字 你要把它瓦解掉 你是不是要出 相當的力 包括一些這些人 你到底要怎麼 你現在都要安排 現在跟幕府 共生體的這些人的利害關 你要怎麼安排 現在就像將軍就疲了 對啊 現在 准說 你現在 座間 你現在座間的人 想要 漏橋 人家庚間的 沒辦法讓你漏橋 現在的原因就是這樣 我要說 你要起床 可能很簡單 你要下來 我要說 鞋子手袋沒辦法讓你下來 你看要怎麼 啊這就是 那個時候江戶幕 有怎麼去遇到 一樣的原因 但是剛才很好 就是說 他有一個分層管理的 制度 變成怎麼樣 你知道嗎 變成 將軍 我們只關番組而已 但是將軍關不到什麼 中下階級的武士 結果那個 中下階級的武士 就去抓到什麼 日本的一個文化 叫做什麼大政奉還 因為你將軍的管理 是從天空來的 我現在麻煩你將軍 因為你的 你的 你這個幕府的制度 一定怎麼 過世了 沒有 你沒辦法 有什麼 現 我們 現代的社會 制度 所以你幕府要做改革 你幕府 你不可能自己切白 因為他的利益團體 幾百萬人都要靠幕武士 你現在要怎麼樣 所以 日本的明治維新 這個改革 這個維新 就在中下階級 武士開始 那是武爺的原因 那是武爺什麼武爺時代背景 就是說這個正義大將軍 關不到中下階級的武士 這就是他的原因 因為 他這個 這個日本有一個很好的制度 就是文化 就是 以他們全權委託的 就是說 這個 將軍雖然有這個 權力去 奔風諸侯 奔風這個藩主 但是 他不用去關藩政 那個藩裡面 你做的 負負的將軍 不能過門 如果不能過門 中下階級的武士 都有機會 他們都有機會 怎麼去大政奉還 說你這個中軍要管理高等於天皇 因為你 中軍的管理 你是在天皇 你現在要高等 你現在 時間夠了 讓你做 讓你做 250年有夠了 現在 時代 要讓我們日本做改變 你不能做我們整個 日本的什麼 日本的行為 你如果 這個幕府 你如果不再管理 高等於天皇 的時候 做一個 我們日本的夢料 因為 大清帝國那個時候 當你夢國 他當你夢國時 他就看著說 只要 大清帝國 去 列強跟門戶 洞開了 你看就夢了 他後來真的就夢了 日本不怕大清帝國的威勞 所以他要求說 幕府你要管理高等 啊幕府怎麼 幕府沒有材料做改革 為什麼 因為他都 既得利益者 是啦 既得利益者 都會腐敗 都會 沒想要接受生的名字 我就過這樣好好 你知道我 我都是高高在上 你胡言敢要去 你現在 胡言敢要把我的管理都取消掉 他那些人的病啊 所以 你會知道人口的 政治改革 一定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什麼 保守派的問題 他既得利益做的問題 他沒辦法 這一定是一個 政治上 改變 在變 在變化的時候 最困難的 所在 對 這就是什麼 同樣 日本也剛才有同樣的工作 他就是幕府保守派不願意改革 不願意改革後 那個 日本 西南方的 煞腸土肥 主要那四個 中下階級的武士 全部都起來反抗 全部都起來反抗 說你幕府要怎麼 要把管理高出來 高等到天后 這就是說 這個明治維新的目標 就是大政奉還 你要知道明治 這個 維新 運動的主要 你做的一件工作 什麼 就是大政奉還 所以你要給明治維新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大政奉還 你這個幕府將這個管理高等到天后 另外又新造一個國家 叫做日本國 這就是後來日本國 是怎麼來的原因 你要很清楚的就是有大政奉還 以後 才有這個日本國出現 啊這個日本國是怎麼 他到底怎麼來的就是 我們前一張說的 煞腸同盟來 主要以 薩摩番跟 長州番 這兩 兩個這個番的 算說他的中下階級 武士為主 做這個日本國的什麼 主要在什麼 這個元老 這個什麼 國的大老原則上就是長州番不然就是薩摩番 都這兩個番的人去出任 主要都是什麼番 主要都是長州番 啊我後邊我說完英 因為他有卡到後邊一個西南戰爭 變成 薩摩番都比較死 都主要什麼 都主要什麼人去看的 都長州番 所以你看 日本的 很多人的修商 全部都是長州番 你包括伊藤博恩也是長州番 很多都長州番 我們後面說的就是這個故事 我們現在說的就是這個 中下階級的武士在西南 一些強反 大家都跳起來翻口 到底我們主要的這個 算說一定 時代有一個主流 因為這些名字 你知道嗎 這些什麼 中下階級的武士起來結明 這個中下階級武士的 代表到底是什麼人 因為 我們現在就要說什麼 說這個維新時節 這個維新時節就是中下階級的武士 不是番主 這都不是番主 都是番主下面的什麼 他的武士 都這裡起來結明的 這些人有一個特色就是 第一 他們什麼 他們是文武雙前 他們都別議 他們都在 現在我們說的這個中下階級的武士 都知識分子 都不是競爭農民老百姓 因為在這個民治維新 民治維新差不多1850年1860年 的時候 普遍日本的 別議比整日本的總人口所來說 那個時候的總人口所差不多2400萬 差不多2400萬 差不多2400幾萬 他別議裡面的 他算是有材料 百日本的 差不多40 差不多40 百分之40的日本人別議 剩下很多的還有別議 你如果台清帝國更加害 別議的可能沒到2% 他整個台清帝國裡面都穩盲 那這個 日本裡面他的這個知識分子 他別議的比就那麼高 別議百分之40 啊這個武士階級 他講 他講 強敗就是說 你愛什麼 你愛修煉文武功 低調 所以我講 這些武士都知識分子 不是沒有特色的 他們都要特色的 這就是民治維新的一個什麼基礎 就是以中下階級的武士為主 然後這些中下階級的武士 全部都是知識分子 就是 日本那個社會裡面 最意義的地區分子 都是武士階級 所以我講 日本的民治維新為什麼是 這個 這個什麼 中下階級武士去做領導 這個 原料就跟你們說清楚 就是說 一些歷史 包括日本的一些習慣文化 所以這些變成是 中下階級的武士去的革命 不是番組 因為番組要效忠將軍 所以他不可能說這樣去反 但是他的中下階級的武士不必 所以都中下階級的武士去擺 中下階級的武士去擺的時 他們都什麼 他們都知識分子 最不是日本 最有實力的一般什麼知識分子 第一他們有錢 第二他們有錢 第三他們有地性 所以他們中下階級 他們這個武士去擺的革命 才會成功 這就是什麼 為什麼民治維新是中下階級的武士 起來做 我們就要把民治維新 在版本龍馬的維新前三節料 我們要介紹10個代表人物 就是說 民治維新的代表人物的中下階級武士 到底是什麼人 他們的生活到底是什麼 這個維新時節 包括他的屬性跟他的 設計的一些制度都影響到我們後面的日本國的制度 所以原則像日本國 算是我們台日本地國包括憲法 包括這個日本的屬性跟文化 原則上就在維新三節跟維新十節 要怎樣 這就是日本 這個日本國的習慣法的改良 主要都是什麼 都武士階層來帶動 都這些什麼中下階級的武士來帶動 所以你要抓到日本的文化一個核心文化 就是說他的貴重 他就是他的武士 你看看現在安倍 正三照這個日本國營的 原主帝這個文化來說 安倍正三今天也是武士 你知道意思嗎 你如果他的改革來說他也是武士 你看看日本現在政壇上面 現在在法頭 那時候照他的衛分來說 現在都是武士的好意 同樣他也是武士 他們也是貴重 因為他們本來就是 你照日本幾十千年的制度 他們就是本來都在法頭 這跟他們中國的文化也一樣 所以都說 日本也是成績習慣法 所以我還可以說習慣法很危險 你的影響就是一個民族 你的民族要生什麼贏 你看中國人就是生那種贏 日本人就是生那種贏 美國人就是生那種贏 什麼款式習慣法 習慣跟法律所養成 所以你如果要討論一個民族的時候 你都要討論他的習慣跟法律 叫做習慣法 這樣就對了 日本的習慣法 我們近前幾個章子都說日本的習慣法 這就是討論說日本到底是生成什麼樣的 我們的天皇到底他是什麼樣的文化在背景 你要了解整個日本人的想法跟天皇的想法 為什麼 天皇的想法也不會脫離他的習慣法 因為畢竟天皇這個制度一定兩千年了 一定有一個贏 你不知道說趁才去改 你不知道去哪裡改 是你要給改 你聽到嗎 人家一定有兩千年了 你包括一個基督教的文化 你知道意思嗎 亞蘇基督講的那個位一定經過兩千年了 走到很多事情都定行的 你要去改 敢不敢說那麼簡單 沒有 我告訴你如果要去改 你後來你會改掉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他是一個強勢的文明 人家用兩千年都沒有問題 你知道嗎 人家一直在改良 改良到現在都很先進 你看到的名字 你點頭有通話 什麼樣的名字 人家的名字先進 人家用兩千年都一直在改良 你包括日本天皇的制度 對不對 人家用兩千年了 你憑什麼去管 你憑什麼去管 你有什麼主権 你敢有去了解 你知道意思嗎 人家日本為什麼 維持一個國家 人家都不會亂 為什麼中國的文化 時間到就開火 你就要去了解 這些培養的習慣法 你去比到這個中國的制度 跟日本的制度 你就知道 為什麼中國的時間到都開火 日本 尊說有問題 人家把問題都彈到天皇去處理 又反應 又造成政府 所以人家都不會亂起來 人家有一個制度去改管人家的 政治上的什麼問題 這就是什麼 這個實況發了一個 很好的什麼 一個算是改良 改良到現在有一個 日本天皇的制度 人家為什麼 日本導航 要求一件事 你天皇的制度 不可以封掉 我們還要留住 好 你如果答應我們這個條件 我們都在家 什麼樣的原因 那有培養的 歷史的培養 因為 日本這所有的管理都在天皇來 我前面20個章節 全部都在介紹天皇 原因就是要介紹日本人 為什麼的想法到底是 為什麼依天皇做核心 原因就在這裡 好 我們來 介紹一下說這個 維新十節 就是 維新十節 維新十節要叫什麼 要叫我們前面一個章節說的 第19章你說的三的人 版本龍馬 極田雙鷹 還有這個 這個高山靜坐 後來因為這三個都很擅長的 都差不多在民地 維新進場就死了 後來 因為他們的死命比較低 但是喔 我們後面你說的這個維新 維新十節就是 明治維新的後面 他就是要跟這個 台日本帝國變成為什麼 他要完成什麼 做一個最大的改革 因為喔 我們知道明治天皇在1867年 即位 啊 台日本帝國變成為1890年 中國近過23年 這個維新十節主要就是 這23年來的什麼代表性的人物 所以日本的習慣法都在維新十節電力 啊這個維新十節的這個 屬性都在哪裡來 都在前面三節來 就是版本龍馬 極田雙鷹 和高山靜坐 啊他們這三節很 算說真早就忘記了 啊忘記了之後 他的 事頌頌的 工作都什麼人完成 都這個維新十節在完成 主要這10月 對 主要我們要抓這10月來做代表 說到底他們 有拿出來什麼相關的一些理論出來 或是說做政治上的改革 這非常的危險 因為 原則上喔這個維新十節就是 在改善什麼日本的政治 是這個上有在做的 啊有在犧牲 因為這麼後面都犧牲了 現在維新 維新十節差不多全部都犧牲了 我們要說這個維新十節來面的第一節 就是什麼西鄉隆盛 喔西鄉隆盛這是薩摩番的武士 喔 軍人跟政典 以後算說 整個西南方的這個 這個什麼這個算說這個 薩摩番的政典 關於西鄉隆盛在做頭 他本來是 少壯派的 後來後來他都看到了 啊這個西鄉隆盛 他主要是一個算說 他主要是一個軍人 因為他是武士 他在文化上主要 他比較沒有什麼改革 但是他只做了一件事很要緊的就是說 他支持這個 煞腸同盟 他也是 內民也有他的培養 他就是 這個薩摩番的頭 所以後來他也自己支持說好 這樣我們要煞腸同盟 所以他也對這個 這個煞腸同盟一定的抗憲 主要也靠什麼他靠西鄉隆盛 這當然他有他的抗憂 後來包括這個大政奉還 都有什麼西鄉隆盛的背景 他主要是什麼 他主要用 軍事武力 在支持這個大政奉還 是不是 西鄉隆 西鄉 西鄉隆盛主要的抗憲什麼 用武力 他支持日本天皇 去做這個民治維新的這個 前面的改革 全部都會做的 所以他把他做過小弟兄 他把他做過陸軍 的大將 還有敬衛都督 他就是什麼 就是這個 討募戰爭的討 討募戰爭就是要把幕府 擊敗那個中紀委就是他 他就是西鄉隆盛 他主要用武力什麼 在維持日本的一個 政治上 包括他在那一個很重要的 他主要在軍事武力上面 他有健康就對了 還有西鄉隆盛的弟弟 和我們台灣有關係 那個牡丹社事件 就算他派出來 他派他們弟弟 西鄉重道來台灣 去討伐這個 牡丹社的事件 結果失敗 這是我們以後的說 啊主要說他 跟我們台灣也有一些關係就對了 然後他是什麼 軍國主義的代表 因為他一世人都什麼 他都在農馬 你知道嗎 就是說他主要都在什麼 主要在做什麼 做軍人 啊他 他還在 煞模範自己 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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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就對了 他什麼宣量什麼 日本的武士道 就是我們說的 武家主法 對那個 上官的 包括吉田松 他講的 這就是什麼 武士道 所以這個西鄉隆盛 是日本什麼 軍國主義的頭 他的政黨的 林道家 因為實際上 他有去電流軍閥 他政黨有失閥 他失閥之後 他算自己還有辦公 辦什麼 辦主要在宣量什麼 宣量武士道 所以他是 這個政黨 日本軍國主義的 第一個頭 因為 因為 他什麼 他一世人都軍人 他用這個 他的武力 在維持 日本的 這個 政治上 和他的 安全 這就是 西鄉隆盛 最中的 最中的 一個什麼 一個算說 他的國 所以 這個 日本的 軍國主義 就在這個 西鄉隆盛 就怎麼打 一個基礎 因為 日本本來就是軍人 就在判的一個政敵 所以這個 西鄉隆 這個 西鄉隆盛 什麼 軍人的 在日本國 什麼 第一屆的代表 這天一判就是 什麼 就是 就是這個啦 所以這個 軍國主義的 什麼 精神向著的意義 替鄉隆盛 因為他在地下軍款 他在討木 戰爭上面 他有功勞 建立日本國 他也有功勞 包括 為 包括什麼 維持日本的治安 跟 政治上的安定 用軍事武力 就要講 就是這個人去完成 他後來 甚至也去做犧牲 因為有一些 有一些武士的明治天王 你做改革的時候 他起來反恐 之後他就說帥 他 後來就去自殺 他就是說 把這些 這些復活的一些 對民地天皇的改革 復活的 武術 大家照照 去自殺 那個意思 就是說 他這個時代 不需要我們這輩的武術 你知道嗎 我們這輩一定知道 啊這輩之後我們要怎麼 光榮戰史 這就是武 這個武士道的精神 他就說我不要再留在 是 留在世界上 我要 救一個 算是 再來他就是 帥家 西南方 起來反恐 他先去 講 好像去講 那個 算是 他實際上 他也 不起來做 他是怎麼 那西南方的武術 全部 後來就 以西鄉 榮盛的名義 怎麼起兵 因為他是 西南方的代表 他是薩摩反的代表 大家都用他的名義 怎麼起兵 實際上 西鄉 榮盛沒有起兵 但是他也不說沒支持 他也不反對 反正他就點點就對了 反正人就用他的名字 去 對天皇做反恐 他要煮殺 因為那個 西南 容不得武士 所以 武士都要怎麼 你要 他包括什麼 包括廢刀令 你武士現在不能抓刀了 你都要扣 那什麼叫做廢刀令 他要有一個武士的死命 所以那個人就要煮殺 你知道他換不下去了 說我一個武士 我竟然沒刀了 我現在都叫武士嗎 他換不下去了 西鄉 榮盛的名字 怎麼起兵 反恐天皇 其實那也不反恐 他是要煮殺 因為他換不下去了 那是他的榮譽 象徵他現在沒有了 他 只有 找一個方法 把自己犧牲掉 用西鄉 榮盛的名字 他怎麼 不出兵 那叫做西南戰爭 那一隻就知道 因為西南 西南 西南 因為西南 戰 西南戰爭 是 實際上 他沒有民憤 他是一般武士 不學什麼 不學改革 起兵要煮殺 他用西鄉 榮盛的名義 再來 後來他就死了 他就含這個新的 新的政務 日本國的政務 參情衝突 後來他後來西鄉榮盛就死了 他勝做犧牲打 他後來就率領武士 他好像去 後來就去煮殺 他後來就去 去到這個 行軍煮殺 你用去看 日本的這個 最後的武士 差不多 差不多這樣 他就率了一倍人去煮殺 就對了 因為那個武士也換不下去了 在那個時代你把廢刀 你現在什麼都沒效 什麼都沒了 你知道嗎 你後來就煮殺了 這個日本的武士道文化 因為這個西鄉榮盛就是尊修武士道的人 所以人家後來雖然說他死了 後來人也算說人家尊重 尤其是日本國的什麼軍國主義 都算說拜他做賢 還有那個什麼 還有那個南木政城 你如果說到日本的武士道 你就要討論到兩個人 第一個叫做南木政城 那在南北朝 在南朝 那個天皇的人 那叫做南木政城 日本的軍神 啊你如果說在這個名字 維新的這個精神代表上 就是這個西鄉榮盛 所以 軍國主義 主要用這兩個人做 做什麼做一個精神之父 這是非常要緊 這就是什麼 他算一個 悲劇英雄 他就 人家說的 實不合語 這就是西鄉榮盛 算一個什麼一生的一個代表 啊後來 又說一個就是 第二位就是這個大球保利通 這個 大球保利通很要緊 因為 因為 他知道日本的問題發生在那裡 就是在那習慣法的改良 在那內政上 那個時候 軍國主義很麻煩 就是說 西鄉榮 西鄉榮算 那個部的武士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算說 天皇你做改革 後來他包括一些 扳錢奉還廢刀令 這些東西做的 那個部的武士都職業 職業後來他就要找一個工作 他主要要找什麼工作 擴張 就是他旁邊看到 我們阿州全部都是一面對 你知道嗎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 無主之地 你包括 朝鮮和台灣 那時候你知道嗎 都是全部殖民地的地位 你包括 整個大清帝國 他也是一個殖民地 所以喔 他們這個日本的這個 他們說他們的 軍風 他們這個 繡壯派算 職業後來 他們都想辦法 想說 我要 透過 軍事武力的方式 我找到我的第二村 我射到的第二村 你知道嗎 我不用一事無成 他要找一個工具 什麼 就是軍事武力的擴張 然後這個 大球 保利通 知道之後 他要把它押下來 他說 我們現在 日本的問題 我們現在 日本的問題是什麼 是我們 一些內政的問題 習慣法的問題 我們一些 日本的什麼 經典的文明 要做一個改變 所以不可以 任意發動戰爭 他把那個軍國主義的抖 抖了 他 他雖然是說 很成功 跟日本 跟我們 日本的 這個 施政的方向 都放在內政的改革 內政 要改善什麼 日本國裡面 什麼本性的問題 但是因為這樣做 雖然 日本國的什麼 他的方向 真的做改變 就是往哪個方面去 就是往內政改革方面去 但是他就叫 日本的軍方的人 杜蘭 之後他就說暗散 所以他怎麼 他要做犧牲打 所以你要知道 他這個 大九保利通 在這個 算是說 日本國的這個 政府起來之後 他做最大的影響 日本國的 政治方向 做 做 他做一個改變 就是 跟日本的問題 都放在內政 內政有問題 我們不是外面的問題 是我們自己的問題 因為我們一些習慣法 要做相關的改良 這就在大九保利通 他最大的貢獻 但是也因為 這樣去 敵視到什麼 日本的軍國主義 算是說他們的兵的 軍方的牌 他後來要做暗散 這就是大九保利通的 算是說他的一個貢獻 第三個就是貢獻校園 這是非常非常的要緊 貢獻校園就是 長州藩的重層 這是在那年輕人裡面 算人材跟高山 靜坐兩個人 是長州藩的重層 尤其是少年部 這兩個都是什麼一流的 對 這個貢獻校園 他很要緊的做的事情 做什麼呢 他主要是這個什麼 這個 長州藩的代表 就是因為 在這個 日本國算是維新政府 他開始建立的時候 最 一開始 那個什麼 那個政治 制度都什麼人實力 都跟這個貢獻校園 有相關的關係 他做的事務是有夠多的 他做的那個 總裁局的顧問 參與 還有 外國官復資士 代紹院出事 參議 特命全權復始 文部卿 兼內務卿 再擔任什麼 參議 然後公內省出事 還有內閣顧問等職務 是長州藩的什麼 統帥代表 這就是什麼 他去參與什麼 日本國的什麼 很多很多的設計 都跟他有關 這就是這個 幕府校園 很多事情 實際上都 什麼人在決定的 就是這個 幕府校園 你決定的 他好像是 天宏的全權代表 一開始好像是這樣 你包括什麼都跟他有關 這個五條 玉士文 新聞媒體的發達推 推 推廣 還有這個 風 這個 他的這個 風俗習慣的匯子 就是一些壞的習慣 要匯掉 版籍奉還 會翻自 會翻自憲 人才優先 市民平等 憲法制 憲法制定包括 三權分立 包括上議院跟 這個 眾議院的建立 包括日本的教育 還有一些 法治 精神的主義確立 都跟什麼人有關 都跟這個幕府校園 幕府校園有關 還有什麼 還有你這個軍人 不可以 擔任閣員 還有地方的警察制度 還有裁判所的制度 這全部都什麼 全部都會做 他就是這個幕府校園 就是什麼 日本國的什麼 會說 最關節 最基本的法律 全部都會學 所以日本國 有什麼 有制度 變成一個 基礎 有一個法律 都什麼人下來 都這個幕府校園 不要在設定 因為我們怎麼知道 一個現代國家 他的組織要按照法律來做 這就是幕府校園 一個什麼 最大最大的一個公園 這就是幕府校園 這個幕府校園 他還有一個很要緊的 他 他後來有參加這個 炎昌的使節團 什麼是炎昌的使節團 就是 日本聽說 你們這些歌員 你們要出國外考察 你們要差不多一年時間去考 一兩年時間去跟他考察 要去考察什麼 考察歐洲的制度跟美國的制度 所以他們很後面 都會去 後面跟美國參訪過 那叫做什麼 炎昌使節團 就是說你們這些歌員 都要出去外面看 看什麼好的名字都給他學會回來 後來我日本 現在派人要去學習 我要派我年輕人 出去外面學 你要去 你這個歌員 先出去外面看 有什麼好的名字 你現在 年輕人要派去 你要知道 對吧 所以說什麼 這叫做什麼 這叫做炎昌使節團 這個炎昌使節團 你回來後 日本聽說就派人家出國 出國了 說到底要學什麼 什麼 什麼樣的名字 都炎昌使節團的一些報告 跟日本聽說 我們現在日本要出國什麼 這個影響到這個名字唯新的行動 一個很要緊的 很要緊的一個要手 叫做炎昌使節團 因為這個炎昌使節團 他派出的時候 他就主要要 他主要要有什麼 他要有 西方的文明 到底西方的 科技有什麼 優點 還有他的法律有什麼 他的習慣法有什麼 有相關的優點 他要去做一個學習 這個就是炎昌使節團 後來這是什麼人帶團的 主要是這個幕府 幕府校園 他回來後 他就 設定一些相關的法律 全部都是什麼 全部都是設計的 都叫他握手 這樣作為 作為在什麼 作為在起草 你包括台日本 帝國憲法 他的制度相關 基本的什麼 都跟這個什麼 幕府校園也有關係 雖然說 是 這個不是最後的完成者 但是他有把基礎打完 他有跟相關的設計什麼都 都把它設計好 要讓後面人好做的事情 他主要有什麼人好做的事情 這個伊藤博文 跟這個前年一層 要怎麼好做的事情 這個幕府校園 他後面好像打賣死了 料理後他的工作 要怎麼放完 主要放給什麼 放給伊藤博文 跟前年一層 這個待會兒 這個衛星石 這個後面我們會再說到 再來以後要介紹第四位 就是這個小松帶刀 這個小松帶刀 很要緊的 就是說 他後面在民地天 這陣子之後 他雖然這陣子沒多久 但是他有 立下一個很要緊的事情 就是說把這個 橫須好的造船場 把它用好 對 還有什麼 船屋你知道嗎 西洋的船屋 就是說要怎麼做 現代做什麼 都這個小松帶刀 立下的一個基礎 對 就是日本的海軍 他要有船屋 他要有一些船屋 他要做船屋 到底這個 最完事的設備 都什麼人來營 主要是很要緊的 橫須好的造船場 這就是伊勢 他就想辦法去舊錢 你知道嗎 他很要緊的講話就是 他去舊錢 把橫須好的造船場 怎麼去 因為 日本以外的船屋 都在橫須好的造船場 很多船屋 超過三分之一都在這裡 這就是什麼小松帶刀的公園 我們說好了 這個船屋我們一定要蓋起來 我們這個船屋一定要蓋起來 因為我們日本需要海軍 需要海軍 你要有什麼 你要造船場 你要有維修場 不然你船來要怎麼 你要設計船 所以很要緊的就是 這個小松帶刀的什麼 他把橫須好的造船場 想辦法去舊錢 把它蓋起來 這非常要緊的一個人 不然日本也沒有海軍 他的海軍要去哪裡 再來我們說的就是 前連一層 前連一層 就是說 他接什麼 他接小松帶刀的工作 他繼續繼續做 日本的海軍的建立什麼 主要都在這個前連一層 的行骨頂 所以他算是有一個完成 他這個前連一層很要緊的 他就把日本全國所有的困難都 集中起來管理 都把它收拾起來 日本這些所有 海軍的困難都把它收拾起來 他主要還有一個很要緊的 就是說 開始訓練這個海軍 還把日本的海軍 整個都集中起來 集中管理 集中訓練 他還有設計的一些價位 說我們日本要有 算說要有多少層 需要什麼層 相關的設計和安排 都在前連一層這裡 準備好 這影響到什麼 日後的這個甲午戰爭 所以如果日本國這個 海軍在前連一層這裡 他算說他沒做好的時候 後面甲午戰爭是要怎麼打 對啊 所以這個前連一層就是什麼 日本的什麼海軍支付 差不多那個意思 他跟日本的這個相關的什麼 海軍的制度和設計好 包括訓練 包括要買什麼 裝備 都在前連一層這裡準備好 所以後面只有 叫做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因為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 打的都什麼 主要都是海戰 我問你那時候 日本如果沒有海軍要怎麼 你如果沒有現代海軍要怎麼 什麼人要撕裂 就是這個前連一層 他把相關的制度撕裂就好 後面手 這個伊藤柏林 他們這個後面怎麼好做 所以這個前連一層最要緊的 跟日本的海軍設計好 相關的制度包括他訓練 他整個都用養給他 第六位就是這個大村義次郎 這個大村義次郎就是 日本國的六軍的 這個在起頭的 因為他是 長州藩的 他主要是在學什麼 他主要是學冰學 冰學 就是冰法的 冰法和戰略的 這就是什麼大村義次郎 他主要就是 他主要把 日本的六軍和 學士郎 日本的六軍都主要去學什麼 去學什麼 去學德國 他一開始學英國後面都轉過德國 這個相關日本六軍的設計 包括這個 算說他的兵役的制度 全部全部都實立的 都是這個大村義次 進去設計 之後因為 他做日本六軍的改革 廖義要怎樣他第四一輩人 就是 就是我們以前的軍軍國主義什麼 少壯派 人後面因為 厲害關係 因為這個大村義次郎出來改革 對 他什麼建立什麼 現代陸軍的制度 還要改革 還要改革 因為他在這一輩這個 原本的制度的理責 他就要怎樣 被暗殺掉 但是他也把制度拾下來就對了 所以 日本國的什麼 陸軍之父 原本就是 以他做起立的 就是日本的六軍什麼 以大村義次郎的設計 做一個相關的改革 跟日本的什麼六軍都統一起來 就是他 因為以前 幕府全都翻兵 你包括在幕府將軍 制度的時候 他的兵 你知道嗎 各班族的指揮 跟幕府的將軍 我們全日本的六軍都散散 你知道嗎 權力不集中 什麼人要進去議會議 就什麼人要統一起來 這個大村義次郎 他就是因為統一起來了 他得到 原主的既得利益者 所以才說 但是他跟什麼 日本的六軍 整個都統一起來 這就是大村義次郎的貢獻 再來說這個江藤新平 江藤新平就是 主要做民政的改革 這個江藤新平他很要緊 主要在民政的改革上 還要修法制度 他很要緊就是說 他包括一些民政 會計的制度 財政制度 包括 都市的設計 都跟什麼關係 都跟江藤新平有關係 他又很要緊說 他跟民地天皇做一個建議說 把這個江戶改做 改做當政党 這個什麼 他最要緊的什麼 他算是他的改良 包括一些當政党的設計 還要怎麼知道 還建於日本天皇 你要把你的 原住在你在政党 大的地方 你要刷來 刷來這個當政党 你要刷過來 這都跟江藤新平 真的有直接的關聯 他最要緊的是 他把這個民法典 日本的民法典 把它變起來 所以他對日本的民政 包括他修法的設計 主要都在江藤新平的手段 怎麼 設計就好 他主要去操什麼國家 他去操德國的 德國的民法典 主要他還要操法國的 操來之後他 他翻譯過之後 他會改用 日本的民法典 所以你知道 日本現在的民法典 全部都在那裡 在江藤新平 這就是他 把這個日本的民政 設計好 你看他還有做什麼事情 他有這個 市民平等 就是說 因為那個時候 日本還有一些 階級的制度 他相關一些 法令的設計 他說 他說現在都人民怎麼 你市民都要平等 這就是他 算他起草相關的一些法令 還有什麼 警察制度 還有司法制度 司法制度 就是法院的建設 民法 這個 日本民法 加社會 還有一些國家 最基本的一些法令 全部都他下來 他還發佈很多命令 後來這個人也很公正 所以後來也 跌死一輩人 他也是一樣 跌死一輩人 因為他怎麼 他做 好像後來做司法大臣 後來他跌死一輩人 因為有的人 起立後貪污 所以後來他也 撞撞下來 這就是江藤新平 對日本的一個公憲 這就是 日本 很多法律在什麼 都 這個 因為 大陸法系 所以你知道 日本現在為什麼適用 大 大陸法系 因為都江藤新平印 所以你知道 日本現在法律不是 英美法系 是大陸法系 你知道為什麼 日本適用這個 大陸法系的 法律 什麼樣的原因 他什麼人 他什麼人帶起來就是這個江藤新平 他在做這個 修法保證的時候 他就跟鍛鍊 所以我說 我們 一開始的人所做的一個 割櫃裡面 可能會變成什麼 後面的什麼 一個算是這個習慣 這在這個江藤新平 才可以看得出來 他實際說 我們日本要怕 中國的制度 所以日本今天就是大陸法系 他不是英美法系 這原因就是什麼 在江藤新平 你所適用的一個制度 這非常要緊 還要說下一位就是恆景小楠 恆景小楠 恆景小楠 他的地勢在日本 裡面算很高 在民治維新的學識算很高 他主要就是 主要就是 跟版本農馬的維新制式說 我們日本要開國 我們要開國 我們主要要學什麼美國共和的制度 這非常要緊 所以他是一個什麼 他的思想是非常奔放的 他講什麼 他講什麼你知道嗎 說我們這個日本要怎麼 這個改革開放就對了 要把我們日本完全國門打開 接受什麼西方一些文明的什麼一些新的一些習慣法的改良 你包括他口號的一個 算說 改良 他說我們不要提出只有口號 我們實際上要找一個有材料進行的事情 你不可以把他畫一個口號出來 還要大家 公公去做一個犧牲 你要拿一個比較好的方法出來 現在一樣會做的方法出來 所以他是什麼 這個 改革開放的什麼 務實派 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一步一步 跟日本做一個改良 所以他 這個人就變成什麼 比較不會空談 提一些口號出來 你口號提一提你也沒辦法做 你都提一些空談的名字 像他的意思說 你現在要提出什麼政策來講 那個名字做的要有好的 好的效果 麻煩你要好好研究 你不可以亂做 你會做到整個社會都亂起來 所以他就是什麼 改革開放的什麼務實派 他對日本的什麼 民智維新的什麼 甚至這個政策 他屬上也有很大很大 做一個改變 所以說什麼變成務實派 不要只有空談口號 這就是橫情小難 對 日本的 改革的一個抗議 再來說一個很重要的叫做 炎昌巨貴 這就是我們說的炎昌使劫團 他是什麼 他是日本天皇的人 他是日本天皇的人 他主要做幾項關於 第一他就是 大政奉還 他就是日本天皇 好像他的代表 他跟這個將軍說 說你把管理搞回來 他叫做大政奉還 因為他是天皇的人馬 他是國王的人馬 然後他去把將軍說 我給你一個好的 你知道嗎 好的 好的路台就對了 這也跟他有抗議 第二個抗議很要緊 就是炎昌使劫團 因為他是天皇的人 所以天皇說 你用你的 算說你用我的名義 你做代表 去把炎昌使劫團 做起來 你現在 派代表國歐媚去學 看歐媚有什麼樣的 好你一些 結合好的名字 你後面都把他什麼 都把他學學回來 這個炎昌使劫團 這個炎昌使劫團 在197 1971年的什麼 這個11月12日 開始 一直到當時 一直到1873年的什麼 9月1日 他都做一年九九月 一年半月上 都在歐媚做考察 他把相關的一些 政治的制度 你包括科學什麼樣的名字 你都去看一看 看一看之後 他把相關比較要緊的名字 都記錄起來 因為天皇現在要派留學生去外面 這就是什麼 後來日本為什麼 名字維新的成功 因為他跟年輕人都派出 那個叫做炎昌使劫團 廖昌使劫團 說回來什麼 他這個炎昌使劫團回來 後來補國交給天皇 後來天皇就跟人派出 他就是我 他主要去國外 考察什麼名字 這個炎昌使劫團 很要緊 他都去很多很多國家 他主要去美國 他第一站過就是 美國去參訪 因為什麼樣的原因 美國跟日本開港 所以他要去看美國這個國家 他要了解敵火 這個美國實力 到底現在是怎樣 所以他第一站起的就是美國 後來他又去參觀英國 法國 你看 美國就參觀八個月 英國參觀四個月 法國參觀兩個月 只要你看美國英國跟法國 就減延昌使劫團百分之八十的時間 什麼樣的原因 因為我們要知道 你包括美國英國法國 什麼 以前都什麼 在 187年的時候 都一定是很強的國家 你包括那個時候 美國南北戰爭了 他的 經濟 回到市場 剛才大爆發 所以這個 美國南北戰爭了 他一號一號一號 算是他的經濟 大爆發 他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怎麼超過英國 所以他在1864年以後 美國的經濟 有經過什麼 差不多五十年 大擴張 都沒有停過 所以那個時候 日本第一站要過出來 就怎麼去參觀美國 他為什麼因為美國回到你紅 南北戰爭之後 他的經濟還沒回到你紅 所以日本就第一站參加什麼美國 總共一半的時間都留在美國 做研究 說美國最關的制度 他也當然去英國 去法國 比利時 荷蘭 德國 俄國 丹麥 瑞典 意大利 澳地利 瑞 瑞士 差不多 全部都看過了 差不多主要 歐美 各國主要都看過了 他又說什麼呢 因為 他這個 延昌使 結團 處理之後 他 他 還有去 得到一些 很好的 算台語 因為他有 各國 公司算 照會過了 大家都同意 廢族跟 日本的什麼不平等條約 就是說 這個 日本國他為什麼可以廢族不平等條約 跟這個延昌使 結團處理的什麼 他的外交的工作也有關係 所以 日本國他後面 跟列強廢族一些不平等條約 包括 美國有來開港嘛 那相關的法輪 全部都會輸掉 跟這個延昌使 使結團處理 有一些相關的關係 這非常的要緊 啊這個 日本國 在這個 算是 他們在1873年 回來後 日本就要怎麼開始做一個改革 明治天王就是 有10條做改革什麼原因 因為他有去到 歐美情報 知道說人家歐美 現在都要怎麼做 所以回來後 這個延昌使結團 因為他 日本的一些專家 學者 怎麼都派出你考察 這知道說人家現在國外發電到哪裡 我們日本要做什麼 什麼樣的工作 都要這個延昌使結團 有絕對的關係 他回來後就說 黨都要改 我們也看到工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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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他們處理後要嘴都開開 回來都很高興的 說我們日本有希望啊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日本人你知道 看到這個新的名字時 他們心態是很高興的 說我們現在有機會了 嘿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日本這個民族交代很好的地方 他在什麼 他去吸收人好的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成功的民族 會成功的民族 他看到一些新的名字時 他是高興 他不是怕兄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你一個人裡面 你很要緊 你看到新的名字 你到底在什麼心態 有的人會怕呢 怕說新的名字 有的人會怕 你看你 旁邊的一些朋友的時候 你如果手機要叫他 有的到現在他還不用手機 還不用智慧型手機 但是你如果帶我這種人 我看到新的名字 我也很高興 哇 我就是自己的新的名字 但是有的人會怕贏 我這個新的時代來的時候 我要怎樣 我只要拿梯頭而已 這個名字 智慧型手機 這麼誇張 我覺得是那個 有的人就是這樣 但是這個圓昌使節團不一樣 他看到這個歐美的名字 哇 他回家是很高興的 說 哇 我們是不如求 他就把天皇報告 天皇在1874年 反正你之後就要怎樣 開始做一個什麼 把他的留學生都拜拜出來 啊 開始做一個名字 維新的什麼 真正的改革 所以這個名字 維新的改革在什麼時候 這麼剛開始的 在1874年開始的 我們後面說的 說這個名字 維新 到底他在改革什麼時候 都跟這個圓昌使節團有關係 有非常大的關係 好 這樣我們這個天皇的第二十張就這樣 謝謝各位